玉里的春日派出所远警廖盛峰黄志辉 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接获民众报案 有民众路倒在水沟一动也不动 恐怕会发生意外 请警方前往处理的时候 发现是一名男子意识模糊地 睡在干顾的水沟当中 疑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酒喝多了 还好没有受伤 远警也赶紧通知家人将他送回家 春日派出所警员廖盛峰黄志辉之前 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 接获民众报案 真有民众路倒在水沟一动也不动 恐怕意外发生 请警方前往处理时 发现一名男子意识模糊地 睡在干顾的水沟里面 疑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酒喝多了 还好没有受伤 远警赶紧通知男子家人 好了送你回去 你再说你家住哪一间 我就送你回去 走走走回家 本局长陈维文也提醒 饮酒物过量 人身安全更要注意 夜间因为光线不佳 徒步独自返家有相当的危险性 外出燕影应该要有人陪同 避免造成自身危险 酒后也请代驾 或者是搭乘计程车回家 千万不要以身试把 自行驾车回家 除了会危及自己生命之外 也会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